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白絲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之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清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零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一種療劑 好了 這次的療劑叫做硝酸甘油 Gronine 或是Nitroglycerine 英文是Nitroglycerine 拉丁學名叫Groninum Gronine 那種療劑 那種療劑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炸藥來的 是一種炸藥的主要成分來的 所以你可以想到療劑的特性 應該是一種爆炸 突然之間是膨脹它們 這種爆炸的 OK 那所以呢 那個療劑的關鍵症狀 是突然之間的沖血 是強烈的膨脹 是強烈的膨脹 主要是我們那個血液循環 是出現一種強烈的變動 是不調和 那通常呢 它們來得是很快的 還有呢 是很猛烈的 那或者呢 有一個人是突然之間 一隔起床 那人呢 就暈得很厲害 很厲害 跟著呢 頭又很興 還有呢 是密動式的膨脹聲的 密膨性的頭痛 OK 那 那在古時呢 這個療劑呢 通常呢 是很適宜一些人 是那些排斥板的那些工人的 那些排斥板工人 通常呢 就是撞低頭 在一個燈光之下 很熱的燈光 照著頭之下 在那裡排斥板的 那於是乎呢 它的症 那個問題呢 就是它的頭呢 是拼了出來 就是一直這樣熱了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用在一些人呢 是因為中暑 或者暑熱 Heat Stroke 或者Sun Stroke 之後呢 它的頭呢 就是很不舒服 那所以這個情況呢 我們都可以說 是很適宜 用在這些人 是很怕熱的 很怕頭曬到 通常呢 就要不斷地戴著 戴著一些傘 或者戴著帽子 戴著帽子 因為它的頭是很怕被太陽曬傷的 或者是 簡直是當時中暑 這個是第一個症狀來的 那通常呢 它的脈搏呢 是很細 好似線狀的 那個可以說是 那個症物呢 是經亂 而導致腦部呢 就是貧血 這個症狀呢 這個療劑呢 也都很多時候呢 是應用有一些的 慢性的 的腎炎 有一種叫做 intersexual的腎炎 那個 這種的腎炎呢 是很多時候呢 是會有 有一種 那個 動物性的 高血壓的 那麼這個 用在這裡的 好 好了 蕭酸金油這個療劑呢 其實最主要呢 是可以說呢 是用一些 突然之間的 頭部呢 是突然之間呢 是嚴重地痛 還有呢 那個脈搏跳得很厲害 好些血呢 就湧落 湧落頭 好像就快呢 就快呢 就是要出現那個 那個 那個 中 中風 這種這樣的 或者一種這樣的 那個 血管性的頭痛 頭部痛到是 噗噗聲 是在做 那個磅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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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是不斷地來到 來到 跪動都很嚴重 那麼 當然這個可能會出現一個 中暑 或者鼠熱的問題 或者也都可能呢 那個心臟病發 都會出現這個 那麼 這個可以說呢 是當時可以急救的 或者有些人呢 是突然之間呢 是 心 驚恐 那麼 他感覺呢 頭呢 那些血呢 他就衝進去 衝進去 頭裏面 頭覺得很嚴 很痛 很痛 也都很害怕 好像自己就快有一個心臟病的 那麼 這種呢 就也是可以應用的 作為一種急救的應用來的 那麼 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是自從了 中暑之後 或者暑熱之後呢 頭呢 就經常都很容易 是 血管性的頭痛 那麼這個 這個 硝酸金油 都可以 處理這個問題 那麼 那 有些人認識同學療法呢 那麼 覺得這個療劑呢 是好似另外一隻 我們叫做 佩拉多娜 那個癫茄 佩拉多娜 佩拉多娜 佩拉多娜的正型 也是的 他那個 有些不同 以前有些人是頭很敏感 有時剪了頭,剪到頭髮很短 好像軍人、陸軍裝那些 剪了頭髮就經常很痛 因為頭髮很敏感 這也是一個應用 處理這種頭部很怕熱、很敏感的頭痛 所以最重要的是 主要應用的地方 就是嚴重的脈搏激動 什麼情況之下都好 還有血管性的頭痛 還有鼠熱 這三個是主要的尿劑 有時我們遇到這個情況 如何分辨硝酸甘油和丁茄 或是Beladonna 如陳先生所說 丁茄通常的潮熱、脈搏跳動 通常是因為發燒的 還有丁茄那種正型的人 不能夠躺在不動 會比較差 而蕭酸甘油這種情緒 通常會躺在不想動 所以丁茄不能夠躺在不動 但是蕭酸甘油反而會感到舒服 這個療劑也可以用在腦膜炎 出現傷子的症狀 另外一個應用的地方 可以用在一些女性下 尤其是有出現筋炎期的那種潮熱 突然之間就是驚奇停頓了 出現頭就沖血 血是沖入頭痛和頭暈 這種情況有時女性就會有其他的症狀 例如他突然之間對於很不喜歡的老公 或者很不喜歡他的兒女 他人很敏鎮 經常想起舊時不開心的事情 有時經營期的情況 會出現嚴重的潮熱 這個療劑也可以應用 通常的酵酸甘油 是用冬膚會舒服一點的 冬膚會舒服一點 而且是不想動動的 所以這個層層所說 跟療劑有點不同 療劑就不會睡著 會想比較動動 當然是怕熱、怕太陽曬 任何的和炎熱的天氣會不舒服的 亦都可能會出現一些流鼻血 在太陽熱的時候 臉都紅了 或者是出現流鼻血 潮熱都很厲害 痛是一種蜜蜜動式的 蜜蜜動式的痛症 好嗎?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亦都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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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託